我只是传了一张照片给我的Telegram的Bot 它就立即用Google最新的Nano Banana的模型 生成了这张招牌风格的图片回复给我 想不想知道如何做的呢? 我是Steven 今天就会带你用NN一步一步地做出来 首先我们会快速预览整个流程是怎样的 第一步我们见到一个Telegram的Bot 然后它会接收我们传送的讯息 接着它会判断这个收到的讯息是不是图片 如果不是的话就什么都不做 如果是图片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转换为一个所谓Base64的字串 你可以将Base64想象成一个图片的密码 它将图片转成一个长的字串 就方便在网络上传输 然后我们就会透过Open Router的API 将这张图片和文字的Prom 传送给Google Germany 2.5 Flash Image这个模型 按将Open Router想象成一个AI模型的大总会 里面就刷入了好像Gemini,GPT,Deepseek,Quinn等等 几百种模型 今次我们会用的就是Gemini的图片生成模型 最后AI会回复我们一张生成的图片 同样都是Base64的格式 我们就会把它还原成图片 透过Telegram的Bot回复给我们 大致上是这样了,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打开你的NNN,新增一个workflow 第一个节点我们选Telegram 选择Telegram Trigger来接收信息 要给Telegram去连接你的Bot 首先需要设定一个Credential 新增一个Credential 召唤到Telegram搜寻邪号Botfather 它就是Telegram官方用来管理Bot的机械 点击Start 然后输入邪号NewBot 然后我们需要为Bot改名 例如是NanoBananaBot 然后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username 结尾必须是Bot的 例如是NanoBanana GenBot 设定成功之后 Botfather会给你一组Access Token 这个就是连接NNN和Bot的锁匙 复制这组Token 然后回到NNN里去贴上 然后储存 看到Connection Test Successfully 就代表成功连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连结 去到我们的Bot那里 点击Start 启用这个Bot 回到NNN里 点击Execute Stat 你就会见到NNN已经成功 去接收到我们刚刚才按下去的 Start 的事件 这里有一个实用的技巧 就是因为这个Bot 只是我自己用的 所以我会在Option里 设定Restrict to User ID 填回我自己的Telegram ID 这个Bot就会只听你的指令 然后记得要启用 Download Image or Video Files 这个选项 因为这样NNN 才会自动下载我们传送的图片 然后我们再次点击Execute Step NNN 现在就会进入等待的状态 我去到Telegram 里面 传送一张图片给这个Bot 这个是我的猫 传送了之后 你会见到NNN这里 已经成功接收 并且下载了图片 点击View 就可以预览它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一个判断的机制 用来判断我刚刚才送给你的 究竟是不是图片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if的质点 在if的质点里面 我们用Expression 去检查这个MIME Type 你可以见到图片的MIME Type 是Image 所以我们的条件就是 检查这个MIME Type 是不是Image 由于NNN不可以直接拖拉这个档案属性 所以我们需要手动写一点代码 去做这个判断 测试一下 结果是True 代表判断是正确的 因为刚刚才我们是传了一张图片过来 if的质点有两个分支 True 和False 如果判断为True 我们就继续处理这张图片 如果是False 我就会连接一个叫做No Operation的质点 这个质点其实就真的什么都不会做的 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给将来的自己 或者同事知道 这里不是我做漏东西 是我特意不做任何东西 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回到True 的分支 接下来我们要将图片 转为Base64 的自存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待会就要去call AI 的API 我们会将图片转为文字格式 就可以直接传给这个API 散却要上传图片 再获取图片网址这些繁复的动作 手上Base64 选择Extract from File 然后Move File to Base64 String 执行之后你会见到一大串的乱码 这个就是图片转换之后的Base64 的自存 搞定的图片之后 现在就轮到AI登场了 一般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用内建的AI 字典 例如是Basic LM Chain 或者是AI Agent等等 但今次为了更精准地控制的 我们需要用更底层的HTTP Request 字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看Open Router 的文档 它要求我们要用特定的Json 的格式 去同时传送Prompt 和图片 这种精细的结构 用HTTP Request 来处理是最适合的 好了,我们又新增一个HTTP Request 字典 然后贴上Open Router 的API 网址 并且把这个Method 设定为POST 刚才提过 Open Router 是一个AI 模型的大汇总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各式各样不同的AI Model 由Google 的Germany 去到Open AI 的GBT 又或者Deep Seek 等等 我还记得Deep Seek 刚才发布的时候 在官网那里谈两句就说服务器繁忙 当时就是用Open Router 流畅地用Deep Seek Open Router 上面也有少量的模型可以免费使用 但一般来说都是付费的稳定性比免费版本高很多 你只需要简单注册,然后充值一点进去 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今次我们要用的模型叫做Germany 2.5 Flash Image Preview 接着我们去到Open Router 后台的Keys 页面里 新增一个API 的Key 你可以为这一组Key 设定一个消费的上限 例如是$5美金,你就不用担心会花多了 复制这个Key 然后回到NAN 里面 在HTB Request 的截点里的Credential 搜寻Open Router 并且建立一个新的Credential 贴上刚才复制的API Key 然后储存 就连接成功了 接着就是最核心的部分,设定Body 我们打开 Send Body 并且选择 Using JSON 时间关系我已经写好了这段Json的结构了 Model 设定做我们需要用的AI Model Messages 就是我们要传送的内容 Role 就是 User 代表我们传送的请求 Content 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文字,亦是我们的 Prom 即提示词 这个 Prom 是来自 Google 章文来的官方的范例 第二部份就是图片,格式就是 Image URL 注意看一看前面有一段固定的文字 Data, Image, JPEG, Base64 这样的 就是告诉AI 听 接着来的文字是一张 Base64 格式的图片 然后要在逗号里面 将上一个字点生成的 Base64 字串 动态地加在它后面 设定好之后,我们就执行看一看 NAN 现在在 call Google 的 AI Model 请它根据我们的图片和 Prom 生成一张新的图片 好了,完成了 回来的结果里面包含了一张 AI 生成的新的图片 同样是 Base64 格式的 我们回到 Open Router 后台的 Activity 页面里面 可以看到今次的生成大约是花了 4 仙美金 现在有个小问题 AI 返回 Base64 的字串 也包含了 Data Image PNG Base64 这个开头 如果我们要把它转成图片档案的话 我们就要先把这一段的前序删除它 这个时候就轮到 Set 截点出场了 这个截点是很实用的 专门用你的处理和重组资料 我们将 Base64 的栏位拖拉进来 将它的改名叫 Data 然后用 Dot Replace 这个 JavaScript 的 function 将结果的 Data Image PNG Base64 配换成一个空白的字串 即是把它删除了 執行之后我们就会得到一段 干净的 Base64 的字串 有了这个干净的字串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成真正的图片档案了 今次我们搜寻 Base64 选择 Convert to File 然后 Move Base64 String to File Input Fill 填回我们刚刚在 Set 截点处理好的 Data 執行一下图片就回来了 点击 View 这个就是 AI 刚刚才帮我们重新生成的图片 好了 现在我们拿到新的图片了 最后一步当然是在 Telegram 里面回复给我 让我们执行最后一步 Execute Step 回到 Telegram 里面看看 好了 Bot 已经将 AI 生成的新图片回复给我们了 到这里整个工作流程就完成了 我先储存一下帮它改名字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 Active 启用这个 Workflow 启用了之后它就会在背景自动运行 我们来过最终的测试 回到 Telegram 里面 我再传多一次张照片 然后在 NAN 的 Execution 视频 你会见到 Workflow 立即就触发了 并且已经在执行中 我们只需要稍等一下 很快在 Telegram 里面就收到一张新的图片了 最后我们来验证一下 if 这个字点是不是正常的运作 如果我们传送的不是图片 例如我传送一个 Hi 你会见到 Workflow 同样被触发了 但这次看一看它的执行记录 它就走了 False 个分支 也就是说不做任何东西了 那就证明判断的逻辑完全正确了 这里就是今天要介绍的所有内容了 我们循序漸进 开始透过不同的范例 去和大家分享更多不同节点的用法 之后的影片介绍到的内容就越来越丰富了 所以不要忘记 Like Subscribe 和 Share 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